好 好 好 今集我們是聖氏流年第六集 就講到這個聖礦 聖五 聖盧 聖朱 聖肝 這幾個聖氏 在愛情指數今年我會給兩顆星 是的 都不錯的了 今年來說 如果是女性來說 會得到異性特別去關照她的 特別去照顧她的 即是說 如果未拍拖的話 今年你留意會不會有誰特別關注你 照顧你那個 可能會對你有意思 千萬不要自己懵吓懵吓都不知道 其實很多客人都是這樣 懵吓懵吓不知道 很多時候找我算命的都是這樣 我告訴她 好過囉 她說 是嗎 是嗎 我以為她當我是妹妹而已 這麼麻煩 是 經常都有些事 另外來說 男性來說 今年要留意了 是容易因為你的另一半 令到你的精神的情緒方面 是較為會低落的 即是說 他們可能會是做了一些事 令到你覺得是不太對的 而令到你所謂的情緒來說 就是較為低落的 不會說是很大件事的 好 今年來說 如果是未結婚的 也要留意了 容易會有第三者介入也不期的 即是有競爭對手 是 好 或者未拍拖的 可能你也要跟別人去爭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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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指數今年來說其實是不錯的 是 不過也是在想的方面可能會想多了一點 好 明白 即是有時過分敏感了 但要小心自己這件事 因為這樣容易引刺到自己也是想錯了 是 好了 在事業方面 恭喜你了 如果這幾個星史 我給三顆星的是明年的星史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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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根子年2020年 並不是阿姆你一個 不是為你而說的 噢 事實上這幾個星史 翌年一個人的學習心很強 是 很肯去學習 亦都是專師重道 是 有機會去進修 找一些東西去 即是學問上面的追求 是 和心是比較正的 是定的 就不會這麼虛浮 所以明年很容易得到長輩的扶持和提拔 所以如果正在打工的話 升職也是有機會 也有機會得獎 而且明年你的名譽會上升 所以你這個姓氏 明年你應該很出名 明年很多人認識你了 明年的名譽提升得很重要 希望我不是因為在中環裸跑一個圈而出名 整體來說幾多顆星呢? 三加三除以原來只有兩顆星 這麼大嗎? 為什麼不是三顆星呢? 因為那個事業好 但在感情上可能都有些困擾 雖然不是很嚴重 但是都是有些困擾的 就是有些喵煞 沒錯 但是呢 明年來講呢 上師長輩是你心裡中最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不可以逆他疑 一定不可以跟他爭拗 如果你跟他爭拗的話 明年會有機會裁員那個就是你了 反轉了 OK 因為明年來講呢 你長輩貴人扶持 令到你得名譽 而你去反他的話 就變成什麼都沒有了 OK 一定要好注意這件事 所以整體來說呢 一定好注意 所以只能夠給你兩顆星 OK 那就理解了 嗯 我都已經明白了 師傅 我先收回一把刀 嗯 OK 好了 今集呢 我們就多謝易龍師傅呢 幫我們講解了 就是這個 從這個聖事 去講這個 2020庚子年的流年文情 嗯 多謝了 好 拜拜 拜拜